最近某研究团队研制了一款磁动机发电装置 启动后可不消耗任何东西 而自行发电驱动小电力前进 同时还不忘记对质疑者进行嘲笑 在俄罗斯也有一些人做着类似的工作 他们将一辆破拉达拆的只剩外壳 然后在发动机舱里安装一个双缸V型磁动机 它的两个缸头和活塞都安装有磁铁 靠磁铁的斥力交替推动活塞产生动力 就这样既不烧油也不费电就能将破车推动 有人认为这种磁动机和涌动机一样都是骗局 它根本无法持续工作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机器之所以能对外做工 是因为它在消耗磁场的能量 因此是科学合理的 只不过消耗磁场就会导致磁铁退磁 需要过一阵子就给磁铁充点磁 然后无限续杯工作下去 为了研究这些说法 我们来做个磁动机 将若干圆柱状磁铁以圆周路径摆放做成钉子 磁铁的轴线均偏心直向圆心 在转子圆盘的边缘安装相同的小磁铁 接下来我们就观察转子和钉子上只有一个小磁铁的情形 此时推动转子发现两个磁铁在靠近中 斥力不断增大 对转子形成反转力局 继续推动转子 在接近到一定程度时斥力穿过转轴 这个位置就是转子的死点 即使十分缓慢地推动转子越过死点 斥力所产生的推动力局也会快速增大 使转子加速转动 据此有人认为转子上的磁铁 以极慢的速度通过死点位置 最后却能以较大速度远离 说明磁力做工将定子的磁场能量 变成了转子的动能 可推动转子越过下一个磁点继续吸收动能 因此磁动机是将磁能转化为动力的合理机器 但遗憾的是 无论以任何方式及任何精密角度摆放磁铁 也无论运动部件多么丝滑 最后磁动机都会不断减速而停止 为什么会这样呢 观察安装了一圈定子磁铁的磁动机 发现转子磁铁静止的位置 是前后两个定子磁铁的磁举平衡点 推动转子向前或向后移动 都会使阻碍转动的力矩增大 因此这个平衡位置 就是转子磁铁路径上的定子磁场磁势能最低点 而推动转子刚好移动到磁点 这里就是转子磁铁路径上的磁势能最高点 越过该点后磁力做正工 推动转子到达下个力矩平衡点 于是又回到了磁势能最低点 这说明转子磁铁之所以能从磁点向平衡点加速 其实是磁力做工将路径上这两个位置的势能差 转化成了动能 这类似于重力做工 使树上的苹果从高处掉到地上 将势能转化为动能一样 因此这个加速的过程并没有消耗所谓的磁场能 只是转化了转子磁铁起初具有的磁势能 而这个初始的磁势能又是怎么获得的呢 其实就是咱们使用外力 把转子磁铁从平衡点推动到磁点所消耗的能量 因此这些能量就是转子磁铁到达下个平衡点的动能 以及到达下个磁点的势能 可见机器存在摩擦阻尼时 动能和磁势能的转化就会损耗 最终小磁铁一定无法越过磁点 只能将动能消耗殆尽 停在平衡点 因此所谓的磁动机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涌动机 并不存在所谓消耗磁场能量转化为动能的过程 所以它和涌动机一样无法持续工作 更无法凭空产生能源 但奇怪的是 不少人都制造出了构造复杂而精妙的磁动机 并宣称 其一旦通过外力启动起来 就可护压反补 高扬贵如 将启动电动机变成发电机 无需消耗任何东西 即可凭空发出数千瓦电力 当然也有人宣称 将其装在电动车上 只要踹一脚就可持续工作 能够一直发电到小电力报废 但这些机器的共同点 都是以免费能源的名义 募集韭菜们的投资 但如果你想购买一个视频里的机器 他们会告诉你不是我不卖 而是怕你被电力公司灭口 因此 如果你也想开发磁动机 那么真正需要钻研的技术 就是如何把电池藏起来 就这样了 让我确定在电动车上 都回想不应该 好 但这子感觉 没准备 是 我说 现在 很高的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